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2020年1月7日星期二下午5時 年中眨眼2020年 新幾年開始 今年的牌頭好像不簡單 天災人禍 蠢蠢欲動 人生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 春秋將三十年定為一世 香港的盛世是1967年到1997年 經濟起飛 社會繁榮 每個人都充滿了機會 向上流動的機會 盛世三十年 其實你看看中國通史 其實是不容易的 即使在大漢大唐這些 輝煌時候 連續三十年的盛景 三十年的盛景之後 逢高必毅 就開始走下坡 大家都有這麼準備 亦經歷了二十多年 今年2020年 大家看到的環境 都感受到那種風雨欲來的感覺 希望始終 無論如何 都希望大家 時事順景 時事如意 這個星期六 是台灣總統大選 單長半劍 拿下高雄的韓國瑜 挑戰執政總統蔡英文 這個星期六 1月11日 很多朋友都 訂了機票 訂了酒店 進去看大選 星期四 星期五就會到了 星期五高潮 就在晚上 接著星期六就投票 他們很快就有結果 我自己 就對這次的選舉 並沒有任何懸念 我認為 這一屆總統大選 早已經結束了 在香港結束 當香港警察 瘋狂 暴打示威者 赤裸少女的浮屍 每天都在維港飄浮 黑衣的屍體 在各區發現 示威青年 仍然前赴後繼 用血肉迎向 蒙面黑警的時候 台灣的總統選戰 早已經有結果 挑戰 執政民進黨 蔡英文的韓國瑜 他的政治理想是什麼 靠弄中共 拿取好處 大陸熱淺入台 台灣人民發財發財發大財 就是這麼多 當然 大家還記不記得 他創造奇跡 一人獨闖高雄 彈跳當時 高雄的 民進黨 根據地高雄 由謝祥廷 陳菊 經營幾十年 是吧 這次他的對手 是民進黨總子球員 陳其邁 他用什麼打敗他 一句口號 課出去 淺進來 高雄發大財 那就興取陳其邁了 但是 但是香港人用七個月的時間 告訴台灣選民 不可以有幻想 每張台灣選票背後 都印有香港年輕人的類型 這一屆大選 早就結束了 香港這邊 匯豐銀行的獅子 中環那個 那兩隻銅獅子 看著香港百年 啊 香港開埠 當時叫做 上海 香港上海 匯豐銀行 主要把上海 賺到的錢 通過這間銀行 傳到香港 離開一個 中國這個地區 原意是這樣 那兩個銅獅子 流下了血淚 目前放入了白色的官角裏 中聯辦 那位王志民 九七前叫做 新華社香港分社 九七後叫做中聯辦 那位主任王志民 炒友 官方用 就是免職 免職 不是安排新職 北京的山頭 是先清理香港中聯辦的 彭清華調去廣西 李光調去澳門 但是這次 他用的字眼是免職 沒有新職安排 即是炒友餘 繼任的是誰 匆匆忙忙 急就張 六十五歲 一個星期前 才剛剛在山西的省委書記 退休的 安排入了人大 因為 神台委財經委員會的養老 駱惠寧 重新要他披革 重新要披革 就不會 如果有稍有安排 就不會讓他先放入人大 直接由這個 當年許家團 是吧 由他本身的山西省委書記 直接下來 中央委員 空架下去 香港特區 一定有重要政治任務 當年許家團有什麼政治任務 鄧小平靠他清洗廣東幫 王康流落的廣東分子 全部一個不留 血流成河 哀紅片野 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 今天他重新披革 這位已經退休了的駱惠寧 背負什麼任務呢 炒了王次民 簡單地說一句 是北京知道 這半年他們在香港輸了 輸了選舉 輸了民心 輸了國際娛樂 輸了一代的年輕人 路透社11月底也曾經報導過 北京因為區議會選戰大敗 經營幾十年統戰 最後區議會拿到59席 你說死不死 目標是三百多席 現在是59席 所以當時路透社就說 根據消息人士透露 北京在考慮撤換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當時外交部駐香港的公主 還發聲明說路透社 報道不實 提出嚴正交涉 路透社 路透社呢 就說他們消息的 啊 來源 就是撤換王志民 另一份 重要的國際部 將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就說引述消息人士 北京終於今年 他去年寫著說 明年 現在說 今年 2020年的3月前 會撤換林鄭月娥 外交部 都是例牌否認 他說是別有用心的政治謠言 這麼說 外交部的否認 其實通常 外界的理解就是間接證實了這個國際媒體的消息可靠 香港的亂局根源當然是北京啦 但是執行亂局的其實 第一個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第二個是做統戰的地下組織中聯辦王志民 第三個是國務院直接管轄香港事務的港澳辦張曉明 還有一個凌駕於幾個部門的就是港澳小組 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主持的韓正 其實這四個人打麻將 搞到香港今天一頓足 哪個角色最關鍵呢 高級當然是韓正啦 reporting lies當然是張曉明啦 搞鬼的當然是中聯辦這個王志民啦 但是on the desk真的坐在那裡打莊的 那個當然是特首林鄭月娥啦 那哪一個角色最關鍵呢 哪個誤導中央引導引致北京判斷錯誤的又是誰呢 撤換王志民之後還有沒有人事變動呢 只是開始第一步而已 還是作為已經交代這次事件有人頭落地就算數啊 駱惠寧上任背負什麼政治任務呢 習近平一直想清理盤根錯節的中聯辦地方勢力 香港亂局是一個好時機 始終香港這個這樣的政治佈局 是江澤民系統曾慶紅二十年來的精心部署 是不是 一直都咬他不進啊 其實習近平沒有辦法的 對地方勢力 香港亂局是一個好時機 就好像當年鄧小平改革開放 派出當時江蘇省省委書記 許家團 南下 浙江省啊 不是江蘇省啊 是浙江省吧 許家團南下清洗王康流下來的廣東勢力 當年新華社香港分審一片哀鳴 這次駱惠寧啊 會不會借721 721 元朗恐襲 警黑聯手 中聯辦呢 新界版是有什麼角色啊 是不是負責整件事的統籌 Coordination啊 這個設入點 可以借勢清理目前香港的 盤根挫折的地方勢力 所以來近一年 2020年是動蕩的一年 中共始終是一個用計的政權 中聯辦又是一班自以為自己聰明的人的集中地 影響所及香港官場 一片歪風 賣弄聰明 環境紛亂 時代動蕩 其實個人的行指更加重要 先bus 我要告 每個年來 chedule 各位 你們看 我們帶棍 情況 問 chests 你聰明?你聰明得一個許氏人? 你聰明得一個張振軟? 你屬制度得一個曾蔭權? 你港才勢 巴筆的身體三兄弟? 是不是? 聯世最緊要光明磊落 走大路 不要自為自己了不起 人物多 中環的商界有最多聲之稱的 就是許氏人 是不是? 官場上誰不認識這位滑不留守的肥龍? 這些還不厲害? 還不厲害? 是不是? 人家問銀行貸款幾千萬是不用磚頭按揭的 你做不做得到? 你在中環的顧問公司 你的客人去不去場和是理事父子? 郭氏兄弟? 是不是? 身體? 四叔李兆基? 你問問你自己 是不是? 第一招 其實就是要光明磊落 第二招 所以 亂世時候 亂世修行 最緊要禁得住寂寞 禁得住寂寞 就是因為你拿著你的原則 這半年來 我聽過很多次 很多人在網上 在平時談論 茶樓酒館之間 都說自己是中立 我又不是黃 我又不是藍 我最緊要是香港回復正常 人人安居樂業 沒有立場 不是中立 什麼叫中立 你中立的意思 你就預備了 比黃比藍兩大勢力攻擊 你又叫中立 拿著原則叫中立 不是沒有立場 沒有所謂 是不是? 民主自由 我當然支持 但是不可以阻人上班 不要破壞 犯法 一定是不對的 是不是? 年輕人太偏激了 是不是? 政府一樣 沒有一個人是對的 是不是? 大家都有些錯 大家都在一起 不只是你對別人錯 怎麼可以談得來呢? 這些說話好像很對 實際就不是 沒有立場 沒有立場 你是不想下注 不下注你是怕輸 因為你沒有是非觀念 是不是? 刺好吃還是屎好吃? 各有各嗜好 是不是? 有人喜歡吃刺 有人喜歡吃屎 我個人個人認為 就是想一半刺加一半屎 混合他吃 大家你們吃就對了 是不是? 這樣就叫做有原則 這樣就叫做中立 不是 這些不是叫中立 當年聯合國 美國政府出賣中華民國 他要跟中共建交 所以 將中華民國踢出當時的安利會 常任理事會 當時的方案是 將常任理事會 有Vito Power 交給北京政府 留一個普通的聯合國席位 就給中華民國 所以當時有所謂兩國中國論 當時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師 寫了一封公開信 自全國同胞書 標題只有五個字 看賊不兩立 退出聯合國 國際孤立 打開困境 在困局之中 莊敬自強 這個就叫做 禁得住寂寞 所以搞清楚 你沒有立場 不是表示你是中立 如果你是中立 你預備給各派攻擊 這個就叫做中立 所以亂世的時候 你要禁得住寂寞 沒有人跟你一起 一個人 頓世無悶 沒有人明白你 沒有人知道你 但你沒有緣分 有機會就用 沒有機會就捲而藏之 這個就是頓世無悶 第二點 要禁得住寂寞 第三點 正格 要正 原則和價值觀 不能夠因應時勢而調整 你信奉什麼 不是因為現在不合時宜 覺得之前排錯隊 你一生追求的是什麼呢 六四之後 我聽過很多 新聞界的前輩 講完一生信奉的 原來是一個騙局 你信奉什麼 你真的信奉毛澤東那一套 是不是 你支持四人幫 為六七六年 老毛死 四人幫下台 你不要突然間覺得要調節一下 不如都是信鄧小平 改革開放是唯一出路 反共來的 沒有人民公社的 重現階級的 這麼多年來打倒這麼多地主 又要建立心地主 是不是 打倒資本家 現在大陸個個都是資本家 你看看馬雲馬化騰 你看看孟晚舟 你任正非 你看看王位 這些都要交出唐生意了 不過這些人都 為什麼 共產黨人最簡單 政策製造你的富豪 他拿回來的時候 你馬上要交出 如果不是也是家破人亡的結果 你是信奉這套還是信奉鄧小平這套 你想走資守市場 還是走這個社會主義 撇除階級人民公社 大鑊犯制度 是不是 你信哪套的 要靜 原則價值觀 不能因為時勢而調整 梁振英說鄧小平應該拿諾貝爾和平獎 因為他令到十億人富裕起來 現在他又不提鄧小平了 現在他要先跟從習近平路線 要靜 光明磊落 禁得住寂寞 還要靜哪次的原則 這番三點 紀錄在哪裏 他的原文是這樣寫 他說理道坦坦 憂人正吉 紀錄在周易 第十卦天擇理卦 第二 的謠詞 天擇理 什麼叫理 你人生一轉 都是你 理 是實踐 執行 是理 如理平地 如理薄冰 是吧 理 你足之所依就叫理 本意是講鞋底的 象徵的是走路 腳踏實地就走得好 我們今天講理歷 你叫理歷是什麼 就是你人生實幹的經驗 做過什麼 實際際 貢獻過社會 做過什麼成績 就是叫理歷 不是學歷 不是工作紀錄 是理歷 實際際的人生 實幹的經驗 理是落實執行 只要我們腳踏實地去幹 那就叫理 所以罪卦轉話 理而泰 理卦之後就到泰卦了 乾坤屯蒙須重思 秘嘯促是理太 才到皮 就是這樣了 理而泰 然後安 你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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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經過泰卦 泰卦是怎麼去的 從而離卦而去的 故仇之以泰 泰是什麼意思啊 通也 天地交 泰 這個就是泰卦了 心之能安 因為通 你的心不安 人人的心都不安 當時神光問法 向達摩求法 達摩不理會 為了表示 他的求法的急切 和焦慮熱心 的渴求 神光斷臂求法 達摩回頭 神光說我的心不安 達摩不安 達摩不理會 佐汝說我的手 達摩不理會 我幫你安 神光斷然不悟 當時涕道 承接依撥 就是中土的善終二祖 發明為可 這個故事想說什麼 人人的心都不安 焦慮程度是不一樣的 梅艷芳不安 張國榮不安 陳百強不安 他們尋找自己招累的解決方法 安 有人通過宗教 有人通過靜佐 有人通過服務社會 來安頓自己的心 心能夠安 戒徒通 什麼是通 太就是通也 怎麼去到太這個境地 關鍵就是你 你然後才能夠太 說一千句不如走一步 老實修行就是你 太通也 然後安 安是什麼呢 靠腳踏實地 一步一臂 爭取回來 你要成佛 就要修行 三藏法師 要都一樣要一步一腳印 十萬八千里去到凌山取經 什麼經啊 什麼秘笈那麼花費 那些書根本沒有字 無字天書 因為他有的 取的經 不是這本秘笈 他取的經 是這十萬八千里的經歷 重重魔巧的經歷 他經歷過白骨精三次化身 經歷過蜘蛛精九次試煉 他才明白到 是不是 世間的情 世間的愛 世間的肉 美人都是白骨所怕 蜘蛛精 用蜘蛛絲 絲 絲是從哪裏來的 因為你有情 恩情而生絲 絲會將你黏住 人就因為癡迷 如果一旦癡迷 就好像落入蜘蛛的絲網裡面 自然有蜘蛛來吸乾你的血肉 九次化身 試煉三藏 這個就是經 這個就是有錢買不到 不是秘笈的經 經歷 沒有經書 佛有大神通 都不可以幫你成佛 成佛靠你自己 自正其義是諸佛教 自正其義的關鍵是自治 沒有人幫到你 沒有人幫到你 牽掛那講 天行見 君子自強不適 關鍵字都是自治 你只能夠自強 學校幫你不到 學位幫你不到 家族幫你不到 任何外力都幫你不到 靠你自己自強不適 做好自己 只能靠自己 靠你 小吃 你只能夠自治 哭 黎智 就可 你只能夠自治 你 不 так 這麼說 忘記 這都不太 李呱呱馳說,李虎美不自仁亨 你踩到老虎的尾巴,他也不會反過來誓你 這樣就亨通了 老虎尾巴作為貓科動物裡面最敏感的部位 你踩到他的尾巴,而他竟然也不會反過來咬你的話 這樣就亨通了 哇,很厲害的功夫 人的一生,險左重重 怎麼可以利險如然呢? 踩到老虎尾巴,他也不會反過來咬你 人生不外乎就是這樣修煉 你做到這樣就叫做功夫咯 生於年世,時代你沒有辦法改變 你說你目前很苦 成本中國通史,每個時候都苦 你有沒有留意? 學問好餘 很多不同的學者 國際級的學者 好像 好像誰啊? 楊憲益 好像 前宗書 這些級數學者 留在大陸 經歷四九年 經歷大躍進 反右 經歷這個土改 經歷文革 他們很苦 環境改不了 生於他們的亂世 孔子時期 生於春秋 當時他們用史記的說法 252年 士軍三十六 亡國七十二 神是其君,子是其父 不可勝訴 苦不苦? 苦 去到孟子時期 三家分進之後 變成尖國七雄 苦不苦? 苦啊 到楚漢相爭 秦用這麼強的軍力 這麼強的行政措施 這麼防備一個人民 視人民為敵人 和今天中共一樣 只不過經歷二世十四年 一群激怨寇浮之徒 陳勝不說 連武器都沒有 揭桿起 拿著竹子 天下響應 最後慢慢匯成了兩大兵團 項羽兵團 和劉邦兵團 楚漢相爭 當時天下大亂 血流成河 苦不苦? 苦啊 所以生於亂世 其實沒有改變 我們一生 不可以永遠迴避的那些最敏感 最困難的問題 已經 只是用老虎的尾巴 來象徵 人間的風險 風險 你不能迴避 你要踩下去 踩下去不出事 這個就是你人生的修煉 我們要經驗這些風險磨煉 最困難的老虎尾巴都踩過 才能夠修成勝過 你看看 成本西游記 講三藏法師 天天都是險警 天天都是魔口 天天都理苦味 最後 一樣到達寧山 一樣拿了一本無事天書 是不是? 抵達後面太掛的通達 就要靠這個過程 就是 方法 就是狗義搖詞所說的 理道坦坦 憂人 正吉 理道坦坦 光明磊落 坦坦蕩蕩蕩 面對環境分亂變動 才可以私毫不動心 堅持自己原則 耐得寂寞 憂人 憂人 什麼意思? 忍事就是憂人 忍事地過著憂居的生活 不是叫你躲在山洞裡 即使在鬧市之中 你也可以過著憂人的生活 陶淵明說過 結露在人境 而無居馬圈 這樣也行? 民君何能義? 心軟地字篇 小象傳說 憂人正吉 因為忠不自亂也 整個理掛先經過初咬的掃理 什麼叫掃理? 沒有加到任何後天的粉飾 叫掃 你先做自己 做自己 確立自己的自我價值 行事特色 不要想著賣聰明 不要想著走捷徑 不要想著做逢迎 不要想著埋大堆 不要想著拿好處 不要想著 你先搞自己 去到第二支牛 得中 你就可以不同環境勢力 同流合污 那個廢力 尤其是六三 即是六二 上面對上那支牛 六二 如果懂逆經的朋友 你知道 江牛 柔位 母嬰 性性很差 人際關係幾乎沒有 完全孤立 還有一支六三的陷阱 給你 要跟他相處 跟他一齊有問題 跟他翻臉有問題 好像香港人對著特區政府那樣 你跟流合污 不是表示你就安樂 你跟他 站立起來 看賊不兩立 你就苦個弟弟 那怎麼辦呢 對了 你拿著自己得中的原則 經過初咬的數理 確立自我的價值觀 行事特色 到第二牛得中 就可以不同環境 不同其他的各方勢力同流合污 要保持中度咸養 因為中不自亂也 這個就是 是小將傳所說的 中不自亂也 先讀後中 做好自己 再拿著個宗旨 自己不會因為外在的因素 而亂了你自己的價值觀和判斷 和原則 不要亂了陣腳 人生處處都是試煉 九二爬的難 難於面對上面第三個之爬 六三 在九二上面 是全國理掛的問題所在 他一定一塌糊塗 一定出事的 六三爬 就是在說現在 今時今日 香港的林鄭特區政府 爬遲說 廟能仕什麼叫廟 笑了一隻眼 目小 廟能仕 單眼 逼能理 逼你的腳 單腳 他以為自己一樣可以跑步 李虎美 這次踩老虎美吧 喂 不是不自人 是知人 他咬你一口 曬你下來 所以已經說 空啊 最後 最後解釋這個 滑龍點睛就點睛 為什麼會空 為什麼會這麼愚蠢呢 單眼以為自己看視力很好 背腳以為自己會跑步 敢來走去李虎美 走去 碰這個大問題 所以 那個問題會把你吃掉 是不是 你以為聰明 你以為現實 你以為可以投 埋大堆 終於 天理來找你 一般中國的老百姓說 天顯 天會顯的 空 已經再加劇 劃龍點睛 他說 問題就是在於 沒有人 圍於大軍 什麼叫做 沒有人圍於大軍 你用武裝部隊來處理 政治問題 這個就是沒有人圍於大軍 廟 廟 這個字是小目 就是單眼 小做一隻眼睛 這個象徵是視野有問題 偏了 但以為自己看得清 以為自己醒 單眼看世界 片面俠藝 捉不到重點 不懂得急換輕重 勿有本末 事有宗恥 知所先後 則近道爾 大學 曾心用了苦口婆心幾句說話 告訴你 做學問 就是學這幾樣東西 因為勿有本末 事有宗恥 了知所先後 則近道爾 那就是到了 接著 廟能士 就已經犯了一個 所謂 視野上的問題 跟著 執行上又有問題 低能力 一直的 象徵什麼 象徵實踐能力有缺陷 但是你沒有自知之明 你看東西不清楚 執行能力有缺陷 你急於去處理一個 好像老虎尾巴 這樣的人生試煉 結果 智人 兇 老虎吃了你了 那當然是兇了 一口誓下來 就咬死你了 最後 亦經引申 他就是說 沒有人圍於大軍 因為角色錯了 你用武人 用軍人 用警察 處理大軍的角色 即是政治工作 用武裝力量來處理群眾的政治問題 怎麼會不出事呢 小象轉怎麼說呢 他說沒有人圍於大軍 因為治江也 什麼叫治江啊 你用武裝力量從事政治工作 你看看這支咬 六、三咬 六、三 陰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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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崗位 陰咬是沒有能力 崗位是有權力 一個沒有能力的人 擁有權力 好像單眼閉腳的人 去踩老虎尾巴 怎麼會不出事呢 你不需要說 易經這麼厲害 你說說 任何人有少許社會經驗都知道 一個沒有能力的人給他權力 怎麼會不出事 怎麼會不出事 為什麼會不出事呢 所以結果 李虎美 智仁空 李瓜九二的處境就像香港人 面對六、三 這支咬就像特區政府 無論你正面地配合他 或者負面地跟他對立 都只會苦不堪言 但是易經教我們 其實有一個 有自處的方法 那個方法是什麼 就是理道坦坦 憂人正吉 這八個字 做到坦坦蕩蕩 應付治愈 就不會有後遺症 這支咬 九二 將這支咬 陽咬 變陰咬 就變為天雷無妄 這麼巧的 天雷無妄 就是今年 幾害豬年的直年 天雷無妄 天 是天理 雷 是動 真為雷 內掛的雷 就是我們的動 動要合乎天理 這樣就無妄了 就是說 起心動念 不可以有妄想 行動上面 不可以輕舉妄動 就可以元亨離證 如果不是就怎樣 不是就 奇匪正有省 奇匪 如果不是 那就正有省 什麼叫省 省就叫人禍 什麼叫天災 那個叫災 那個叫災 兩個家民 叫災醒 天災 家人禍 什麼叫天災 歷朝也有很多天災 天災是考驗當時政府的腐爛程度 天災的出現 通常 你看看中國通史 每一朝 朝代的更替就是天災人禍 為什麼天災還是家人禍 貪順口 四個字 不是四個字 是天災試驗政府 當政府處理不到天災 它不單止處理不到 它將天災升級 天災 to a power end 那些就叫人禍 對 處理不當 今年天災又來了 是不是 各方面的天災 已經在香港四周這樣喘喘欲動 北京的鼠疫 是不是 武漢的 是什麼 還不知道是什麼 和蝙蝠有關 根據我們 醫學院裡面一些研究的 同學說 跟蝙蝠有關 對了 流感高峰又來了 喂 陳肇始真是廢物 我們醫管局 有足夠的人力 處理 面對這個 這些流感高峰期 或者這個這樣的 非典型的 疫症來臨 你平時都沒有足夠人手 你說現在 你醫管局有足夠人手 面對 流感高峰期來臨 今次春雲將這些 大病的病患者 在全國流傳 你現在上水應湧下來 買金沙朱菇力 和藍冠牛油曲奇 扮連課 喂 全國在流動 陳肇始竟然說 哎呀 我看到這些新聞都想笑 也不知道是虎嘯還是 這班官員 真是 你竟然覺得 醫管局目前的人手 足夠處理這些疫症 加上流感高峰期 今年 根據兆康節的方圓圖 直連掛是天雷無妄 你只要起心動念 沒有妄想 那就可以元亨利征 奇匪就正有醒 如果不是這樣 人禍一定到 不利有猶往 不要再用計了 人間裏面 其實無數的天災人禍 其實簡單一點 歸納出來 都是舊遊自取 因為網念而來 這個就是今年香港的寫照 肺炎 湖北的肺炎 Thank you 非典肺炎 不是正式的肺炎 Out of the panel 目前他們被黏膜的化驗 中菌得出來的 結果是Out of 目前我們紀錄裡面的 panel 就是找不到的 沒有對症下藥的 最後也是用類固醇的 所以叫做肺炎 非典型肺炎 林鄭政府完全不知道自己 究竟闖了什麼大禍 就是因為網念 已經叫你們今年無妄 但你整個政府 仍然都是賣弄聰明 亂七八糟 你沒有對症下藥 仍然亂了七個月 你仍然都是想盡辦法 去用辦法 用辦法去對付香港人 是不是 放縱警暴就可以了 那別人認得怎麼辦 蒙面也要他們 有號碼 不要帶號碼 等你投訴都不知道怎麼投訴 是不是 有個傻子 袋子 帶著二十一萬 走過屯門警署 給兩個蒙面 黑衣的男子 自稱警察要搜查 身份證 途中看到他身裡 有二十一萬現金 就拿走了 現在究竟 那季的蒙面男子 是賊務警 還是警務賊 還是執行任務中 發覺原來有二十一萬 不如兼職做一次賊 沒有人知道的 你報案 有沒有特徵 一個蒙面 那我問他拿委任證 我不敢問 是不是 警察高層說 這是挑釁警察的尊嚴 執法時候 怎麼要交委任證給你看 我怎麼知道你是警察 你說警察就是 有支伸縮警棍 有伸縮警棍就是警察 現在搞到是這樣 你在用辦法 你覺得這樣可以解決問題 是不是 你沒有在根源裡面 對症下藥 就好像這個肺炎 湖北黎的肺炎 你首先要在鼻黏膜 找到他們的菌 中菌 然後找一個Panel 是哪個group裡面的東西 用什麼藥去針對這個 是對症下藥的 你靠那些黑衣人 蒙著臉 說警察就是警察 警察也分不回是警察 所以防暴 就拘捕了這些喬莊警 是不是 終於出委任證 什麼時候出委任證的警察 就給警察在噴胡椒 噴液的時候 唯有拿個委任證出來 我真的是警察 是不是 對市民當然不用了 你說警察一眼就分到什麼的市民 什麼叫做暴徒 警察分不到什麼是警察 那個是喬莊警察 你又照噴 那有善良市民 你不噴 你不要騙我 是不是 沒有啊 整個特區政府沒有了 林鄭沒得再做下去了 你還在想著打殘勇武派 黑疾和理非 逼兩派割席 再對付校長老師 你心術不正 你不可以做下去了 不是不做特首啊 我說你不可以做人啊 為政者責任重大 你們一言一行 都有影響社會風氣的效果 大陸官場 貪男弄權 所以全國人民見錢眼開 以巴領袖受恨治國 所以他們的子民冤冤相報 過去殖民地的港督 謹然慎行 他因為心知道他們英國派來的港督 在殖民地圈可及天 稍有不慎 遺禍很大 他們沒有私人生活的 他們沒有個人看法 他們不會出去吃飯的 他們沒有購物的 一年他要回一次英國術職 不是真的要術職 最重要是他回英國 重新站在地上 他才知道自己 其實你是一個平凡人 在機場自己拿行李 拿完行李又怎樣 出去輪隊排的士 他回到現實 我只是一個平凡的英國人 在殖民地 理想平凡也很難 人家有奉迎 奉迎你 腐爛你 你不可以接觸 沒有私人活動 沒得出去吃飯 沒得朋友去把手言歡 要吃飯是自己在港督府吃 非得不宜一定要出席 代表公務的場合 不可以逗留超過十五分鐘 一切的送禮要留在紀錄 要有紀錄留得在港督府 人家送給的不是你 是你的職位 這些都要小心 你說法例規定 沒有 不會有一條法例寫得這麼細緻 因為他們明白 他們明白自己為官 作為殖民地官僚 去做殖民地 這些遠東荒蕪地區 是不是 倫敦政府也管不了你這麼多 權力都放了給你 當地土著 香薪奉你為天人 這個時候 得意會亡形 很容易會被腐爛 中國古代 深知為官的 權責都大 所以開科水事 他是選人 科舉考試的範圍 考些什麼 集中在四書五經 四書是哪四書啊 孔子和師生對話的論語 增深的一篇大學 指示的一篇中容 還有孟子七篇 這個就是儒家四書 五經是詩經 書經 書經 書經就是上書 禮經 禮記 逆經 周逆 還有春秋 孔子的歷史天平 發展成為春秋三傳 去解釋春秋這個原則的框架 有左視春秋 公陽傳和公陽傳 九本書 其實講來講去 再重複一個主題 就是教你做人 做人做對了 做什麼事都成功 做人的基礎不打好 你其他的知識技巧 什麼醫生什麼律師 是不是 都好像建築在浮沙上面 風浪一來就煙燒雲散 你看羅志光 人家一直一生人賣160分IQ 學歷高 在港大任教 你在陳肇始 陳肇始 陳肇始博士 這些人一到官場 四百多萬元生 古靈精怪 為什麼 因為人本身沒有做好 你所有的學歷 所有的經驗 所有的過去職業 根本毫無意義 只是一個風浪打來 只是給四百多萬 叫你為虎作唱 你已經出賣知識 出賣你的人生 是不是 所以古人 講學問 講的不是學歷 講的不是文學 講的不是文章 講的不是才華 講的是做好人 行好事 做大好人 行大好事 這個就叫做大學問 從四書五經裡面 揀選做官的人才 因為追求一個完整的人格 的官員 才放心把權力交付給他 管理地方 香港之聯 根源在於政府出了問題 林鄭政府的問題 在於問責班司裡面 沒有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這個時候 你還想向學校開刀 你想製造白色恐怖 你要教育界人人自矮 要消滅社會良知 從學校入手 要校長老師 配合特區政府的政策 作為政治工具 中華文化 對教育工作 是看得很神聖的 蒙以養證 聖功也 什麼叫蒙 蒙是教育 養證 是培養一個人的完整人格 聖功也 是聖人的工業 古代推崇老師為聖人 因為他們的工作 是培養一個人的完整人格 人格完成 就叫做大人 大人的學問 那本書就叫做大學 大人的學問 在明明德 在親民 在子於至善 是不是 要發揚人性裡面的光輝面 在親民 和大家人 要愛所有人 和大家人一起努力 子於至善 做到最好為止 這個就是大人的學問 因為人格完成了 就是大人 大人 就是大丈夫 大丈夫 才能夠頂天立地 好 今天講到這裡 我們開始講論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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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新度的中聯辦主任 新度的中聯辦主任我們知道很少的 他是什麼人? 他就是山西省省委書記 之前是青海省省委書記 中央委員 他沒有外交經驗,沒有港澳經驗 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沿海城市的工作經驗 全部是內陸地區,山西,青海 派這些人下來 純粹做的是理智 搞他自己人 搞他裡面的人 所以你靠中聯辦吃飯的那些政治乞丐 你要小心 派飯的人不同了 風格不同了 不是那些笑騎騎 是不是? 覺得自己很海派的人 不是沿海城市看過發展的人 不是外交部 那些騎尼怪 就是 作為 山西省 吳儀館的 扶爛的 官僚的 黑社會 官黑勾結的省份 他的公職 就是打過這些 官黑勾結 找他來到香港 可能就是當山西 當青海這樣做 就不是當沿海城市這樣做 不同廣東省 廣東省另一個 複雜遊戲來的 管得廣東省 就直上中央入國務院 是不是? 做副總理的了 你們是張德光 你們是王岐山 你們是汪洋 經過廣東的磨練 就可以入東央 指揮全國 但是 這位新的 樂先生 他經歷的是 青海 山西 一些內陸的省份 一些地方 勢力 做得很大的省份 他是清理過風中央的 在座 中央的地方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用來 有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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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們講論語第十九篇,紙張篇 今天會完成紙張篇,因為最後三篇都是講紙貢的 紙貢的說話 論語總共只有二十篇,這篇是第十九篇 今天會完成十九篇,就剩下第二十篇 二十篇只有三篇,就完結了整本論語 論語紙張篇,其實孔子已經過了身 紙張篇不是孔子的說話,是孔子幾位高帝 包括紙柔,包括紫下,包括紙張,包括紫貢,包括增子 引申孔子的學說 這篇連續三章都是引述指貢 指貢怎樣評價孔子,或者讚揚孔子的說話 就作結的 現在講第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先讀原文給大家聽 宿宿宿,宿宿武宿 宿宿是個姓,武宿是個名字 這個是老國的大夫 宿宿武宿就與大夫於朝 有一天在朝裡跟大夫說 他說 他與小畔鈴,子貢說 姓文是真是好 Ghost 我覺得他更次之厲害 他的老astity 10度 孔宇自給重罷 所以很多人說 孔子有英文名字 Johnny번 孔郵自給重罷 énom reference 我眼看,我的子宮比較厲害 相對於他的老師,很多人都這樣說 眼界嘛,不是一定老師比徒弟更厲害 徒弟更厲害,那越來越不厲害 你可以這樣看的 子伏警伯,子伏是姓,警伯就是名字 已告子宮,聽到之後就告訴子宮 喂喂喂,叔孫無叔,說你比老師厲害 夫子,是嗎 子宮就回答他 子宮約佩芝,佩芝公祥 用公祥做舉例,不如 公祥做舉例,即是說什麼呢 以後呢 就是講了,就是用這個例子 好像門牆一樣,以後說 做拜師,就是入門,就用這個點規來的 孔子宮就說 屁之宮牆,刺之牆,也及堅 我這奉牆很矮的,去到肩膀而已 走過就看到裡面的東西了 所以規見失家之好 家裡有什麼傢俬,有什麼電視 鋪什麼地板 人家走過都拿到了,因為我這奉牆 及堅,只有肩膀那麼高 人人走過一勺勢,裡面有多少給你看了 夫子之牆,素人 哇,我們老師孔子的碰牆 幾十尺這麼高 不得其門移入 你也不懂得進去那套門 門口你也找不到 不見忠妙之味,百官之父 你根本不知道裡面有夾筒筒 得其門者或寡意,很少人找到門口 夫子之言,不亦而乎 他們這樣說 就是這樣解了,就是這樣解了 不亦而乎就是這樣解了 因為我奉牆矮嘛,我淺薄啊 什麼都給你看完,你就覺得我厲害了 你知道我們老師奉牆幾十尺這麼高 你門口也沒找到 你怎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所以你說我厲害,OK的 你這樣說也OK的 因為我淺薄,不利差事 你明不明白 老國大夫,叔孫無叔 某日在朝上對其他大夫說 孔子那位學生,子貢呢 因為其實比孔子還行啊 當中有一位叫子伏警白的人聽到之後 就把句話傳給子貢聽 春秋時候和現在沒有什麼分別的 其中一個特點就是是非 是不是 官場有官場是非 朝廷有朝廷是非 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是非 孔子那樣的人都有是非 為什麼呢 不是孔子 他們不是踩孔子 他們是想捧子貢 由此也看到當時子貢也做得很好 子貢是什麼人啊 子貢不是很好 第一,是孔子高弟之一身邊 民有子貢 沒有子貢 第二,這個人很有錢 富可敵國 也是外交專家 就是說 其實在孔子的過生之後 孔子的晚年 子貢 在社會 似乎是搞得很好 是不是 有權有勢有錢 那些人就是擦鞋 擦鞋莫不如就是說 喂 你比你老師更厲害 我覺得他更厲害 更厲害 真的更厲害 是不是 因為子貢做生意很厲害 用孔子的說話說 他益則女眾 子貢這個人 有才華 口才好 讀書厲害 眼界高 但孔子說他不受命 什麼是不受命啊 上天給你這麼多條件 給你這麼多天分 是你傳播學問 做學問的人才 但他不受命 他不接受這個任命 他不接受這個天命 那他做什麼呢 貨直言 他喜歡做生意的 不過 孔子給他一個 comment 是叫 益則女眾 哇 這個人很厲害 做什麼都賺 做trading 買什麼貨都賺 低買高買 要像現在的李嘉誠 那樣 那 紙服警白 將 這位叔孫無叔 的說話 就轉述給子貢本人聽 因為有人讚你 有人讚你 那條契弟 叔孫無叔 就說你 言語還來這麼說 比李老師孔子 這條契弟 子貢聽了之後 說 反應 不是開心 他只是解釋給 傳話那位子服警白 他說 好像門牆一樣 所以後世拜師就叫他入門 典故來自論語 子貢說 我這張牆只有肩膊這麼高 人在外面走過 一進來 我家裡什麼都看到了 吃飯桌 幾多張椅子 是不是 坐什麼沙發 用什麼電視 他全部熟 都一清二楚 所以我的學問 修養為人 一眼看完 程度就是這麼多 他覺得厲害 這是他的判斷 但是他說 我比我老師厲害 我告訴你 我們老師的牆場有多高 幾十尺這麼高 連門在哪裡 一邊人都找不到 他在暗示 叔孫無叔 你根本連門都沒有找到 你怎麼看到裡面的情形 裡面忠實之味 百貫之乎 更加都不用說 你知道鬼嗎 是不是 他用 室家 宗廟來形容孔子 那位先生說 我比老師好 因為 因為我淺薄而已 是不是 我牆場低而已 你看到了 我是這麼多 你認識我這麼多 我就是這麼多 認識我 認識我們老師很難 難怪他這麼說話 是不是 難怪 難怪 這個就是說話技巧 他其實 講得來 有自己的驕傲 第二 他也把他的老師 放得比喻很對 你看到我厲害 因為我看到了我的厲害 我們老師的厲害 你連門口還沒認識 所以你都不知道什麼叫厲害 你只知道我厲害 你以為擦我的鞋 其實我想告訴你 你根本不懂孔憂 是不是 不懂孔子 因為孔子奉祥 有素人之高 是不是 孔子奉祥去到哪裡 素人幾十尺 幾十尺 不得其門而入 你都不知道門口在哪裡 你怎知道裡面 忠妙之味 百官之富 是不是 得其門者或寡義 找到門口的也不多 所以 那位先生 夫子 下面那位 夫子之雲 那個夫子不是說孔子 是說那位先生 那位先生這樣說話 他免得提名 叔孫 沒有叔的名 他提也不想提 那位先生這樣說 難怪 難怪 就是這樣說得對 是不是 你的程度 就直接欣賞我 我們的老師 連欣賞你都沒有資格 驕傲 自重 尊敬孔子 說話有技巧 這個就是子貢了 第24章 又是這個叔孫沒有叔 又來了 這個人 這位老國大夫 又去誹謗孔子了 叔孫沒有叔 偉重你 又一次在背後說 孔子的不好的事情 只是差事而已 小時候失意 這個人窮啊 是不是 可能說一些無聊的事情 要偉謀一個人很容易 你還找到一些東西 寒背 他 是不是 子貢若 無以為也 沒有用 說什麼都沒有用 眾利 不可猶 眾利 不可毀也 你無得 你無得誹謗的 你無得誹謗 你無得誹謗的 其實孔子 你們誹謗不來的 你們這樣說 你沒有資格 你連攻擊他都不懂 因為你不知道他弱在哪 是不是 所以 子貢若 無以為也 沒有用的 眾利 不可毀也 不是你們這些奇謎怪 可以毀謗孔子的 他人之言者 幽靈也 幽可遇也 眾利 日月也 無得誹謗言 人 雖欲自絕 其何 相於日月虎 多見其 不知量也 這就是不知量力的來源 這句話 故事就是這樣 故事的意思就是 這位叔孫無叔 始終都好像這位老郭大夫 就是 不抵得孔子的名氣這麼大 是不是 他又一次地 毀謗孔子 但是毀謗什麼呢 這裡懶得提 毀謗的說話 連repeat都失了意思 所以免得說 他又毀謗我們老師 孔子 說句話 那子貢怎麼反應呢 子貢就說 無以為也 沒用的 孔子不是你們這些奇謎怪 可以毀謗得了的 眾利不可毀也 他人之言者 一般人的言 好處 好處 好像山坡 幽靈也 有可遇也 還可以慢慢爬上去 孔子的偉大 還來 日月也 好像日月 太陽月亮 那樣的 你摸都摸不到 怎麼爬過去 是不是 人衰欲自絕 一般人 想不受孔子的思想影響 自絕 其何相於日月苦 喂 你想不想受孔子思想影響 就等於排斥太陽月亮一樣 喂 對日 對日月月 太陽月亮 這個日月 對日月 本身來說有什麼傷害 是不是 你排斥太陽 排斥月亮 避了太陽 避了月亮 我不會受它影響 我每日出而作 我日出才睡覺 你吹嗎 當然可以 你這麼聰明 我專給月亮的光滑 我專給月亮的光滑 我人狼來的 一見月亮出來 我就 吹 吹 吹 當然可以 你這麼聰明 怎麼會不行 是不是 但是 你就是這樣做 什麼所謂 你就是太陽下山 才起床 是不是 你月亮出來的時候 你就吸收他們的光滑 做人狼 喂 對日月本身來說有沒有傷害呢 多見其不知亮也 我實在是覺得你不自量力而已 是不是 是不自量力 我什麼什麼 簡單的一句 好了 最後一章 這個chapter 最後一章 第25章 看了一個 內文 這個內文又提到一個之前出現過的孔子學生 叫做陳子琴 陳子琴為子貢約 又跟子貢說 說什麼 類似剛才那兩章差不多 子貢 子貢 子貢師兄 你客氣而已 眾利 喜然於子父 我們老師 恐憂哪裏救你這麼厲害啊 是不是 你客氣而已 你客氣而已 是不是 你故意欠虛 是不是 你尊重老人家而已 我覺得你真是厲害 是不是 子貢約 君子一言以為智 一言以為不智 言不可不慎也 子貢即刻刻起面子 對師弟說 是不是 說話要小心 說話一出口就知道你什麼了 老友 夫子之不可及也 又天之不可皆而生也 我們老師 你沒辦法及得他 好像天你不可以爬樓梯 爬樓梯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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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你知何其何及也 陳子琴都是孔子的學生 之前出現過 出現過一次 好幾次 對孔子 每次都要說一些懷疑老師的事情 被其他師兄就趕回頭 這一張技術 他對子貢說也是拆鞋 你看到子貢一定是那個時候很有權勢 個個都想用孔 你不知道怎麼稱讚他 知不知道 你怎麼稱讚他 嘩 我覺得你比陶傑厲害 講才華 你第一 陶傑第二 我認為 講學識冤博 我覺得你很厲害個蕭若元 你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肺虎之言跟你說 王兄我真的覺得你厲害個蕭若元 說這些話 他不知道用什麼襯托你好 嘩 你真是好帥 你真是 近代沒有的 以前只是羅不太內 是不是 奇魂基緊 奇魂基緊 不是 奇魂基緊是波 不是 格力哥利帕可以了吧 格力哥利帕奧馬薩尼夫 我講奇魂基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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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說話不嫌多必失 奇魂基緊是好帥 是不是 即是想讚人 但當時是這樣說 還用孔子去讚子貢 你真是好帥 你真是奇魂基緊 不只奇魂基緊 理智和奇魂基緊都不夠你好帥 就是這樣說話 就是這樣說 所以陳子琴是孔子的學生 他一向都對孔子有懷疑 我知道 奇魂基寶 奇魂基寶 亂世家人的位 Gun with the win 各位 他就是 他很明顯 在子貢的晚年 即是子貢死了之後 其實很多人 我想都想拆子貢的鞋 即是說他真的混得很棒 陳子琴是孔子的學生 之前出現過 對孔子一直都有懷疑 這一張技術句 對子貢的師兄說 師兄 你客氣而已 你故意這樣說 其實我們老師 哪一人能夠吸引 子貢馬上反面 和他 立即教訓你那些學生 一個人說話很重要的 老友 一句說就表露你學問智慧 而有時候一開口 就顯得你無知淺薄 講話 真的要特別小心 我們老師 多高明 你知道嗎 我們永遠都達不到他的程度 他崇高得好像天那麼高 我們沒有辦法用樓梯爬到他 他那個程度 由天之不可皆而聲也 我們爬不到他那裏 剛才是那個網 他進一步對陳子琴說 老師的學問 在這個世上 小自個人的成家立業 大自為國為民 都必須以孔子的思想 用他的價值標準為根本 你要做好一個領導人 必須具備領導人的基礎 基本道德和學問 要安撫天下 要安撫人心 只有用孔子思想 因為大家接受的價值標準 就是孔子思想 所以一定要用這個獨量行 用這個赤 人家才會接受你安撫來附和的 一切行為必須以孔子 這種以道德為基礎的思想 才能夠達到真正人與人之間的和平相處 所以說 孔子活著就是大家的光榮 死了就是大家的悲哀 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 好像這樣 誰都不及得他 如之何其何及也 就是這樣說 一般人怎麼辦得到 如之何其何及也 你說了 你說了 我們怎麼辦得到 所以你說我比老師孔子厲害 你看看你多淺薄 你看看你多膚淺 你看看你多無料到 這一篇是紙張篇第十九 這個chapter的 最後一章 押續章 紙張 紙張篇這一篇 總共有二十五章 都是孔子的高帝 最厲害的幾位學生 在孔子死了之後的言論發揮 裡面為什麼沒有紫路 為什麼沒有顏冤呢 因為 孔子還沒死 這兩位高帝都死了 顏冤就早死了 紫路後來在衛國一次動亂裡面 被人斬成肉醬 孔子從此都不吃tata steak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所以孔子死了之後 繼續承傳他的學問 五位關鍵人物就是 紫柔、紫下、紫張 曾子和子貢 整個chapter 編輯 就用紫貢這三章作為總結 用紫貢讚美孔子的內容作為作結 當時的人物 好像老國大夫 叔孫武叔 好像自己同門的師弟 陳子琴 都認為紫貢言於眾來 一方面 你見到紫貢當時晚年的權勢 另一方面 也見到紫貢晚年 盡得修業的功力已經超凡入勝 子貢眼界好 他懂得孔子的偉大在哪裏 能言善道 講到孔子和他之間的比較 配合他本身才可敵國的才勢 所以孔門學問能夠發揚光大 其實子貢是一個關鍵人物 孔子的學問真正在一次 在世界上面 在歷史上面發出光芒 其實 就是五百年之後 漢武帝時期 太史公司馬遷 在他的太史公治罪裏 即是史記的罪 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罪言裏 肯定孔子的學問 作為他一把赤的衣龜 重現江湖 真正是光芒萬丈 就在漢武帝時期 即是孔子已經死了五百年 好了,今天的節目差不多了 《論語》也講完了第十九章 接下來就是講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總共只有三章 我們會分開講 希望今年來講完它 講完了論語 好了,今天多謝大家收聽收睇 來年祝大家順順利利 平安吉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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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